大家好,欢迎来到刘姐厨房,我是刘姐 今天给大家分享香醋肉饼的家常做法 想吃肉饼呢,别再出去买了 做法和和面的比例详细讲解 保证你一次就能成功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300克的面粉 加入3克丝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匀后再用120克的温水和面 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面絮状,再加入30克的食用油 然后下手揉成面团 把它揉成一个光滑偏软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让它醒面40分钟 接下来我们再来和一个油酥面团 准备150克的面粉 加入80克的熟油 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搅成这样的面疙瘩状 再用手给它搓一搓 然后用手抓捏成团 把它放在大碗里 盖上保鲜膜,醒面40分钟 趁醒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做个馅料 准备一个清洗干净的白萝卜 给它去头去尾 再用削皮刀削去外皮 再用擦湿器擦成细湿 擦好后,往里面加入一大勺的食盐 用手抓拌均匀 抓匀后腌制5分钟 撒出萝卜多余的水分 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 把它切成葱花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生姜 把它拍碎 然后剁成姜末 剁好后和葱花放在一起 接下来,再准备一块猪肉 大概在半斤左右 先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后,把它放入绞肉机里 盖上盖子,搅成肉馅 搅好后,把它倒入大碗里 下面我们来调一下肉馅 往肉馅中加入少许的清水 随着一个方向给它搅拌均匀 让肉馅吸收水分 这要叫给肉馅打水 水要分两到三次加入 抓住肉馅发黏 再第二次加入清水 继续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一般一斤肉馅要打三两的水 搅拌至肉馅成拉丝状 接下来再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胡椒粉去新增香 少许的白糖提鲜 再来上一点鸡精 再加入半勺十三香 两勺生抽酱油 一勺老抽上色 再加入蚝油提鲜 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 给它搅拌均匀 让肉馅充分的吸收料汁 搅拌至肉馅上劲 接下来再把7号的葱花姜末放进来 再浇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然后顺着一个方向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先把它放在一旁备用 这会儿我们的萝卜也杀出了许多水分 然后用力的给它挤干水分 挤干水分后 把它放在菜板上 再把萝卜丝切碎 再把它剁一剁 这样包的时候比较方便操作 剁好后把它放入肉馅中 再淋上一些香油增香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让萝卜和肉馅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搅拌均匀 我们的萝卜肉馅就调好了 把它先放在一旁备用 这时面团也饧好了 先把油酥面团放到面板上 把它搓成长条 再揪成八个剂子 再把它攥捏成团 每个小圆球的重量 大约在三十克左右 转捏成这样的小圆球 转好后把它装入盘中备用 这会面团也饧好了 把它移到面板上 不用揉 直接整理成长条 再切成大小 大小相等的八个面剂 取一个面剂 把它揉一揉 揉圆 把它揉圆 再按扁 用大拇指和食指 按压出小窝窝 按压出这样的小窝窝 放上我们团好的油酥面团 用虎口给它收拢 收口处捏紧实 再给它整理成圆 做好后盖上保鲜膜 防止风干 我们依次用这个手法 把所有的面剂包完 全部包好后 取第一个包好的面剂 这个面剂也松弛好了 把它放在面板上 按扁 用擀面杖 把它擀成牛舌状 擀成这样的牛舌状 再把它上下对折 再把它竖过来 擀成长方形 再把它上下对折 像这样叠成一个小枕头状 做好后 把它放到保鲜膜底下 防止风干 接着我们再取出一个 形好的剂子把它按扁 用同样的方法 把它叠成小枕头状 先把它擀成牛舌状 再对折 然后竖起来 再把它擀成长方形 擀成这样的长方形 再对折 把它叠起来 叠成这样的小枕头状 叠好后 把它放在保鲜膜底下 防止风干 按照这个方法 把它全部做好 全部做好后 盖上保鲜膜 松弛五分钟 五分钟后 取出一个小剂子 收口处朝上 然后对角处对折 也就是斜对角 给它捏起来 再翻过来 给它整理成圆形 按扁 再用擀面杖 把它轻轻的擀开 擀成一个中间厚 适中薄的包子皮 这边比较光滑 我们把它翻过来 因为收口处是在底部的 把它包在里面 再放上我们调好的 萝卜肉馅 用筷子给它按压一下 这样装的比较多一些 再把它包起来 把它收口处朝下 盖上保鲜膜 防止风干 再来做一个给大家看一遍 取出一个小枕生坯 收口处朝上 然后斜对焦捏在一起 把它翻过来 整理成圆 按扁 用擀面杖把它擀开 擀成一个包子皮 中间厚四周薄的包子皮 把它翻过来 放上调好的萝卜肉馅 放上调好的萝卜肉馅 用手给它轻轻的按压 把它按压成一个薄饼 哪里厚 按哪里 轻轻的按压 别把它按破皮了 按了也不要太薄了 大概在五厘米左右的厚度就可以了 像饰品中这样 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翻正面都要给它按一按 把它们全部按成这样的小饼状 全部做好后 电饼铛预热 刷上宽油 要小饼更加的酥脆 最好多放一点油 油热放入生坯 上面再刷上一层油 少住水分 盖上盖子烙三分钟 三分钟后 打开盖子 再给它翻个面 底部已经烙至金黄了 然后盖上盖子 继续烙三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 再给它翻个面 这个时候就要勤翻面了 一直把饼烙至两面金黄 按压回弹 饼就熟了 出锅 装入盘中 这样煮的猪肉香酥饼就做好了 表皮金黄酥脆 一捏就掉渣 看上去很有食欲 掰开看看里面的馅料 肉馅鲜香 看着就流口水了 自己在家做的 干净卫生 吃着更放心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 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